经常手戳原子弹的朋友都知道 哈乌里的恋事反应一般不能依靠概率 而是必须要有确定性 比如电影奥本海莫里 在人类第一次次事爆原子弹前有这么一段对话 你只要有什么想法 零 零 那会好 很显然 如果这次核反应时应有可能毁灭世界 那所谓接近您的概率也很难让人接受 第一章概率不存在 前面几期影片 我们讲解了一些常见的经济学幻觉 这期来聊聊数学概念中最常见的幻觉之一 概率 先讲结论 概率并不存在 它只是人类用来描述事情走向的一种工具 万事万物 其实皆有确定性 举个例子 3000人报考一个公务员职位 所以我录取的概率是3000分之一 错 如果我彼是成绩垫底 连面试都进不去 我的概率就是零 如果我今能面试 一共只有五人 那录取概率变成五分之一 乍看没问题 但懂点中国国情的都知道 如果面试缓解你别人关系比你硬 那你的概率就是零 如果关系差不多 甚至都没关系 且你确实比其他人优秀 那你的概率是百分之百 其他人是零 肯定有人会反驳说 这个例子不能证明概率不存在 应该考虑先验概率 后验概率之类的统计概念 让我们来看一个更简单的例子 抛硬币 被概率论洗脑过的朋友会立刻回答 这我会 抛的次数够多 正反面会趋近于百分之五十 现在假设你旁边有一只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蚂蚁 它能根据你每次抛硬币的角度 力度 空气阻力 硬币质量 天体引力 接触地面的材质 弹性 磨砂力等各种因素 准确预测 硬币落地后是正面还在反面 所以 抛硬币所谓百分之五十的概率 其实只是因为人类没法精准计算每个变数的结果 因此 用一个看似合你的数字来安慰自己 但如果你从另一个角度或更高的维度获得足够资讯 那这个结果就只有百分之一百的确定性 就像考公务员的例子 如果你对所有考生的能力和他们与考官的关系都得落指掌 最后谁能录取早已是板上钉钉的事 根本没有什么概率可言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概率根本不存在 那人类研究概率还有什么意义 当然有 发明概率的人 只是需要一种数学模型来描述一些不确定性现象 就像微积分的发明 不是牛顿和莱布尼茨故弄学虚 而是因为早期传统数学模型无法解决像椭圆面积 怎么算变数运动的顺时速度怎么求这类问题 第二张概率错觉 所以说 目前概率最大的意义 其实是在统计学上的应用 举个例子 保险公司极度依赖概率资料来对产品进行定价 而博彩公司 彩票页 更是靠着给用户一种一小不大的幻想来赚钱 堪称概率的资本化典范 这种基于概率的幻觉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常常引发误解 举个例子 前阵子印度航空发生空难 一时间不少人都开始害怕坐飞机 彷彿每架飞机都快坠回 但如果硬要用概率来说话 飞机事故的死亡率大概是每11英里0.07人 而汽车事故呢 差不多每11英里7人 从概率上看 开车比坐飞机危险将近100倍 但为什么人们还是觉得飞机更恐怖 这就涉及一个较可的性偏误 Availability Bias的认知偏差 越容易让人回忆起的事件 人们就越会觉得它常常发生 新闻标题铺天盖地报导空难 但你从来没看过 今天又有12万辆车平安到家的新闻对吧 所以说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几乎都充满着概率幻觉 但我们很少有机会意识到自己的恐惧和决策 其实是被错误的概率印象牵着鼻子走 不过话又说回来 既然概率不存在 万事皆有定数 那么命运是不是也少得注定了 第三章一切皆注定 所以要躺平 没错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对命里有一种近乎执着的热情 不然也不会有算命这个词出现 特别留意 算命不是猜命或孤命 用的可是算这个字这就说明 古人相信命运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而不是靠霞蒙 结合前面抛硬币的例子你就会明白 如果有高维视角的观测能力 加上足够多的资讯 你的命运是可以算得出来的 准确到分秒不差 你的出生时间 死亡时间 结婚时间 离婚时间 交过几个男女朋友 生几个小孩 这些在宇宙的某个维度里早就写好了 那么问题来了 既然一切都注定了 我们是不是就该直接躺平 任命运宰割呢 这种想法其实也早被安排好了 有人一听到一切皆注定就开始上气 那我还努力个啥 有人反而更积极 既然努力与否都早写好了 那我就把这一生活的漂亮点 这就像身体里说的 你之所以选择 是因为你早就会选这个 有些人把努力当作达成目标的工具 有些人则把努力当成人生的一种姿态 其实 无论哪种解释 都是命中注定的一部分罢了 那么 人真的一点主动权都没有吗 一点点都不能改变吗 我们来看个现实点的问题 人人自由控制自己体内的肠道菌群吗 菌群的种类和数量 你决定得了吗 血液流速 这叫长度 岩石多寡 没有掌控感吗 说白了 人人自己的器官都不太掌控得住 更别说命运了 认知的限制让我们误以为自己在掌控人生 比如 大脑是身体最重要的器官 这话是谁说的 大脑自己说的啊 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搬了个最佳员工讲吗 今天你点什么外卖 翻谁的朋友圈 做什么决定 其实都是过去经验 环境影响 文化制约下的条件反射 看似自由 实则命运的脚本早已写好 讲到这里 你可能开始意识到原来这个世界的运作 背后其实可以用数学规律来描述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既然一切都有规律 那我们能不能预测未来 第四章预测未来 说到预测 我们先来聊点轻松的 比如中国末代皇帝补仪的八卦 当年他虽然挂了个满洲国皇帝的名号 实际上就是日本人手里的一个傀儡 完全没有实权 闲着也是闲着 他开始研究推背图 这本书在中国被誉为原界的天花板 他看住看住得出一个结论 日本会在基年战败 而1945年刚好是基年 日本人听说这个预言无语了 你就不能说点好的 关于推背图的传说相当多 以后我们可以专门开一期节目来详细讲讲 但本期的重点是 为什么可以预测未来 又或者更具体的说 预测未来 需要掌握哪些资讯 来个经典例子 生成八字 我们讨论一下这到底是江湖骗术 迷信 还是严谨的科学 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算命方式 就是生成八字 也就是根据一个人出生的年 月 日 时 对应天干地质的组合 共八个字 听起来像一种仪式 其实背后是整套天文与数学的交叉模型 什么是天干地质呢 简单说 天干有十个 甲乙丙丁物极更新能轨 地质有十二个 子丑以卯成事物 未生有虚态 两两搭配 总共能组成六十种组合 一个完整的循环就是六十年 俗生一甲子 但古人为什么要搞出这套天干地质系统 天干地质的起源 其实是基于天文学现象的数学模型 古人发现 体积是地球一千多倍的木星 与质量是地球上百倍的土星 在整个交汇连珠的过程中 对人有巨大影响 木星公转周期约为十二年 取其作为地质 土星公转周期约为三十年 一二以三十最小公倍数六十 就是一六十年 天干的起源 则来自于金木随火的五大行星 五大行星的运行速度不一样 这就造成了行星之间相对的位置不断变化 与地球的距离十远十近 力量也有了强弱之分 强者为阳 弱者为阴 五星的五种力量又分阴和阳 就是石天干的来源 金木 水 火 土就五颗行星 为什么特别重视木星和土星 因为这两颗气态行星加起来 占了整个太阳系行星质量的92% 根据文有引力定律可以得知 这两颗行星对地球的引力远远超过其他行星 古人穿行星的运行为运 而木土二星是气态行星 与其他行星交互的过程 被古人称为气运 现代人戏称的气运之子 其源头就来自于此 深层八字 其实就是根据这些星体在你出生那一刻的相对位置 建立起来的一种统计学模型 更精细的甚至可以细化到深层十字 精准到分钟 既然八字是来自天文的统计工具 那么命理学到底还迷信吗 你可能也发现星座运势有时也很准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本质上都在做同一件事 根据出生时间总结相似特征 再套回你身上 要知道 十二星座只用了十二地支的一部分资讯 就能让你有好准啊的感觉 若是搭上天干一统运算 那预测精度直接升级 如果说星座算命只是数学家减法 那么八字命理就是微积分 所以 如果你之前觉得八字算命不准 那不是八字的错 是你没找到对的人 除了八字 你可能还听过 一经六遥 紫微豆术 奇门盾甲 梅花异术 铁板神术等等 这些看起来像江湖术语 其实背后是基于天文观测 与数理逻辑的系统演算工具 别再以为古人都在瞎边神话了 他们只是还没拿到诺贝尔奖而已 未来 我们也会做一些入门教学 带大家了解这些曾被打成迷信的古老知识 其实比现代的AI模型还靠谱 如果你喜欢这种类型的节目 记得订阅 点赞 分享给脑袋还没被洗前进的朋友们 下集预告 时间才是最大的幻觉 霍金为什么要办时间晚宴 古罗马椅子出土的简体中文 星际穿越电影没骗人 真的有人可以穿越过去未来 敬请期待